你 你 你可回来了 先生早就回来了 八成都已经睡了 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啊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这白天晚上都见不着你人影 有什么事比我哥还重要啊 我这不是已经赶回来了吗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这跟我说什么呢 跟我这转移话题啊 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心虚 我还是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建议 你去安医生那儿去看看 好好没 请因素 你心思不下定决心 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咱们跟你说 那还在ell 咱们家中不在乱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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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剛才做噩夢了 然後睡不著 我可不可以 跟你們一塊緊急啊 手機借我 幹嘛 來 安傑啊睡了 太好了 太太睡不著覺 你到她的房間陪子一下 就這樣 來 不舒服 你好像臉色不好 別忘了 週子下午要去安安一點 好一下賣 給你開點藥 硬素 你怎麼了 我沒事 我可不舒服 走出去 我該怎麼辦 傾訴你該怎麼辦 不能去診所 不然一切都穿帮了 小植兒 你來了 看我的新髮型怎麼樣啊 我知道你是我親妹妹的時候 我就一直羨慕那些雙貓胎 都可以穿一樣的衣服 一樣的髮型 怎麼樣 我剪了頭髮之後 我們倆更像了吧 你找我來醫院幹嗎 是這樣 我知道你心裡肯定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 我帶你來測個DNA 做DNA 對呀 測過之後 你就得相信 我是你的親姐姐了 其實是你更想知道 我是不是你的妹妹吧 霍芝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你誤會了 坐就坐吧 對我來說都一樣 反正我一個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姐姐 喂 小植 你在哪兒啊 我快來公交車站了 你怎麼就走呢 我還想送你回去呢 不用了 我還是覺得 和福利院住幾天比較好 你別跟姐客氣啊 說了 我一個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不需要一個姐姐 拿個單子 你別跟姐姐姐 你這兩天去哪兒啊 你的什麼表情啊 昨天到底怎麼回事 關你什麼事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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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枚戒指 是我妈嫁给我爸时 我奶奶给我妈的 小植 你带上她 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媳妇了 我今天把话说开了啊 要不是我们领生去英国 没人照顾她 我才不会同意你们俩结婚 我才不会同意你们俩结婚 我今天把话说开了啊 小植 你别睡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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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 你不会那么好小姐姐 霍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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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霍芦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姐姐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啊 你现在还来关心我干什么 二十五年前你们抛弃了我 就已经认为我死了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植 我知道你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可妈妈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苦衷 这二十五年来 你不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妈妈 因为我不愿意相信 妈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不仅是被抛弃了 而且是在我跟你之间 她选择抛弃了我 她为什么不干脆让我认为自己的妈妈死了呢 小植 小植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你以后有我 放心 有没有姐姐在 姐姐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不需要了 我只是个孤儿 她这辈子都是个孤儿 小植 小植 anfing 你 sé organizing 朱植 成功 快 你今天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要结婚了 我跟你说啊 结婚的时候 我可要给你当正婚人 对了 席帖的给我 红包啊 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不好意思 冯院长 我不是霍芝 我叫秦英素 霍芝是我的孪生妹妹 我一直记得 你从小就特别懂事 特别会照顾别的小朋友 那时候啊 我就在想 要是将来 有人能好好地照顾你 该多好 所以那天你姐姐 突然来找我啊 你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高兴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的信 是 小芝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很恨我恨妈妈 换作我是你 恐怕只会比你更神奇 可是你真的不要恨妈妈 要恨就恨我吧 听妈妈说 我们出生之后 你就查出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爸爸刚刚失业 妈妈也没有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 更何况是要给你治病了 于是爸爸就瞒着妈妈 把你放到了福利院门口 然后告诉妈妈你死了 妈妈伤心了很久 到现在一提起你 她还是会掉眼泪 而这件事 一直到几年前 爸爸临终前才告诉我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还有个妹妹 小致 我是姐姐 得病的应该是我 被抛弃的也应该是我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愿意用自己的一切 换回你这个妹妹 小致 你原谅妈妈跟姐姐吧 爸 叮肃 你怎么不敲门呢 我是说下次多敲几下 吓了我一跳 哦 我知道了 有什麼事兒嗎 先生回來了 這麼早回來了 行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小致 醫院打電話來說 DNA報告出來了 有時間一起去嗎 有 我現在去接你吧 不用了 咱們醫院見吧 行 那待會兒見 霍小姐 我們對比了你跟秦小姐的 基因序列 你們染色體上的 二十四個STR位點檢測結果 完全一致 這說明你們是同卵雙胞胎 我吃 小雅 你怎麼在這兒 你應該不是在這個醫院實習啊 什麼意思 裝不認識我啊 行啊 霍知 看來你混得順風順水 連閨蜜都忘了 害得我還替你瞎操心 小雅 你聽我解釋 你不用解釋 你要是嫌棄我這個窮朋友可以 但麻煩你 告訴陳女生那個傻缺 她到處找你 你倆分得這麼不清不楚的 總要做個了結吧 小雅 我知道 我好一段時間 沒跟你聯繫 你今天生我的氣了 這樣吧 再找個地方好好聊聊好嗎 不必了 有什麼好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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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 音速啊 我是安一秋 阿姨 音速啊 阿姨提醒你啊 你都三個月沒來耗賣了 這樣下去怎麼求子啊 那 好吧 那咱們就周四見啊 拜拜 怎麼樣 能不能聽出 齊音速有什麼反常啊 電話裡面 怎麼忘忘問切啊 得見了面耗了脈 才知道她懷孕了沒有 可我覺得她最近 真的很反常 你知道嗎 齊音速以前穿的是S碼 她現在穿M碼 整整胖了一圈呢 而且她還噁心嘔吐 電視劇裡不就這麼演的嗎 懷孕肯定是要吐 吐的 你是說 她現在就有認真反應了 我看著挺香 不過我每次問她的時候 她都說 那是她吃壞東西了 但我看未必 不可能啊 你不是說他們倆感情不好 你一直紛紛睡嗎 所以這就是我最擔心的呀 她嫁給我哥 已經是走狗屎運了 這要是再給我哥戴綠帽子 我肯定饒不了她 你先別亂猜 萬一孩子就是你哥的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一個小孩家家的 你哪知道人家 夫妻之間的事啊 這倒是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讓她 把我哥給騙了 阿姨 這事你可一定得辦 好了別著急 周四見了面 一號賣就知道了 嗯 喂 霍芝 我到醫院了 我拿到報告了 是 沒錯 我們的確是姐妹 這個我當然知道了 我一點都不懷疑 小植 我現在有點亂 給我點時間靜一靜 或是我不給你時間 還是我根本就沒有時間 小植 不是說好醫級難報告嗎 怎麼先走了 我碰到一個朋友 聊了幾句 不太開心 就先走了 我聽馮院長說過 你朋友不多 不過以後有我這個姐姐 你不再是一個人了 小的時候每年過生日 媽媽都會準備一份 一樣的禮物 這些都是二十五年來 媽媽為你準備的 小植 小植 其實每年生日 我都特別難過 我一直以為那是你的忌日 可現在好了 真希望我們姐妹倆 能一起過個生日 小植 小植 今天 就算我們姐妹重生的日子 好嗎 在你什麼時候 有小植 你自己也照顧 好嗎 我好嗎 你快看 你快點 我還要做我 我如果是廣播 行啊你 我的车明明都过去了 你也帮我刷刷 你蹭掉我这么大一块气 你倒是下车呀 嗨嗨嗨 说你呢 你转了我的车 你下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分神了 我看看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没注意 什么叫没注意啊 什么叫分神了 你一句对不起 就算完事了 算我全责 行啊 今天我开的我妈的车 然后咱们私聊吧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 你先拿着吧 这点钱哪够啊 而且谁说要要你的钱 如果我们有缘分 下次再见到的话 你一定要请我吃饭哦 吃饭 好好好 下次有机会一定请啊 那个 我现在赶时间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下次开车的时候注意着点 别再转车了 好好好 这 你这 这个呆子还挺帅的嘛 本公园等着你请我吃饭 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还不是担心你啊 怕你一个人饿着 赶紧给你买了一些吃的用的 姐 我的生存能力可不是一般人 你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的 那是以前 现在你有了姐姐了 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还有这个 K story面膜特别好用 还有啊 小植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扶持 好吗 知道了 姐姐 这倒是 这倒是 我们不是在这儿上 这倒是 怎么能让我们 对不起啊 这必须得吹呀 对吧 吹吹了 对了 快点员员员 这倒是 网络上的传变了 现在好多家长 都闹着要转圆 怎么办呢 小陈 你怎么来了 我先走了 外面家长闹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小植那事 霍珍呢 这几天她怎么样 她没跟你说呀 她已经辞职了 辞职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事刚发生不久啊 小陈 唬ounce 什么情况 没个儿 um 演出 给他 他 按着 喝了 说你呢 你撞了我的车 下车 dentist 陈丽生啊陈丽强 脑子被试试 老小芝啊 叔叔 来 来 进来吧 来 阿姨 虽然我跟领盛分手了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要说清楚 这个 是你跟叔叔的婚戒 我想来想去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还是要还给你们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有点事就往我们家跑 行了 戒指滑了 赶紧走吧 我走可以 但是至少也让我弄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 不同意我跟陈丽生结婚 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 好吧 好吧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领盛呢 找了个新女朋友 不管是学历家事 都比你强 我这么说 你该死心了吧 可是 可是我们才分手 两个星期啊 我不反对闪婚 我这个人哪很开明的 吃饭 你别急 你真傻 真傻 别急 陈凌生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 请问你是哪位啊 基础不在 你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告他 喂 喂 喂 谁啊 对不起 我想我可能打错了 陈凌生 太让我失望了 我自然不要接你的电话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 我还以为丢了 没想到被你找到了 谢谢啊 哎 干嘛呀 我等你等的一个中午 都没有吃饭呢 你不是说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要请我吃饭吗 那个 我现在没有钱 要不改天吧 什么叫没有钱啊 我可以借你钱请我吃饭 我有的是时间 走吧 走啦 走啦 说法 说法 你好 你们的菜齐了 请慢用 怎么 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吃不了辣 手机还你 手机好好留下 我们做个朋友吧 咱俩没必要再联系了吧 刚才没人给我打电话吧 你接我电话了 对啊 一个口气听着像上门桌间的怨妇 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谁让你随便接别人电话了 你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补 怎么了 不会是你女朋友听到我接电话 关机了吧 把你甩了 这么小心眼儿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 谁让你接我电话 我跟你熟吗 你撞了我的车啊 你就想请我吃这一顿饭 就打发了 肯定不行 来 把账号给我 我把饭钱还你 还有修理费 你说个数 我全都还给你 这样的我的车 就想用一顿饭打发我 哎 小时 你是我见过女孩里 最漂亮 最温宁 最懂事 也是最了解我的 我想早点跟你结婚 也是希望给自己一颗定心丸 万一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 金发店的养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 暂时先答应我妈 我们把证理了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吗 后知啊后知 只有你这么傻 别人说什么 我就欣赏你 连婚纱照都没拍 别人根本就没打算娶你 老师爷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刚想自己努力创造幸福 你怎么这么对我 你是打我的脸 你怎么这么伤 医生 我 秦宿 你又吸软了是不是 我现在能帮你的 只有获质 你怎么就下掉了军心呢 哟 嫂子 你吓死我了你 怎么了 两天不见受刺激了 好好着头发剪了干嘛 怕什么 你又没做亏欠事 半夜还怕鬼敲门啊 嘴里碎碎念念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念咒的 叫获芝去好买 就算安阿姨不起疑心 这获芝也要起疑心呢 哎呀 这个怎么办 不行 这事绝对不能让 姜家人知道 不能没有姜村 绝不能 你这门外干嘛呀 怕我吃了你啊 明天我帮你去看医生 你总说我没有时间 连你 看医生的时间还是有的 不用了 我自己能去 再说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抱着睡吧 明天一早我帮你去 三年 八年 四年 一六年 我已经成为了 一批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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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 二年 说我记性不好 自己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们好会儿骗我呢是吗 你少限制我人身自由 你再这样我绝尸了 威胁我呢 我跟你说啊 霍智这个人 已经彻底从沉家消失了 消失 什么意思啊 霍智啊 把那个结婚戒指还回来了 你妈 把人赶走了 严老师安 我告诉你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以后我的事情 你少管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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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灵声 我们结束了 陈灵声 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陈灵声 你不是男人 陈灵声 喂 护致 喂 姐 姐想请你帮个忙 帮我去见个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什么梦 让我看中医 还要自称情愚 还要自称情愚 就我这样 不得穿帮才怪啊 不行 我得回去问清楚 不然的话 不能把她出面 秦小姐 你知道你已经怀孕 三个多月了吗 我知道 胎儿已经成型了 发育一般 看你的模样 不大像怀孕三个多月的 控制饮食了吧 你要注意 胎儿在孕期 可不能缺乏营养啊 要知道 你的体质 可不是容易怀孕的 你三个多月了 才来做第一次禅剑 你要是真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可不要儿戏啊 我知道了 你在哪儿 找了吗 姐 喂 霍知 你在哪儿啊 你 在家 你怎么还在家呀 我想了一下 我还是做不到 姐 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跟我说清楚啊 我不是说了吗 过几天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都答应我了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现在 我现在可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这么严重 我只 可真 姐 姐求你了 姐求求你还不行吗 你就帮我这一次 过几天 我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的 我知道了 其实 我也只是想回来换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自己穿得 实在不像情组 姐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不会不帮我的 行 霍知 你赶紧换衣服 我现在就回去接你 你这给我把嘴画得也太红了吧 你不画妆的话 肯定会穿帮的 你只要画了妆 然后少说几句话 应付几句 没人会发现我们是两个人 这女孩是谁啊 这是江村的妹妹 你不用搭理她 你只要能应付江村两句 之后我们就在咖啡店里碰头 姐 你到底有什么事 瞒着江家跟我呀 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 就算你是我姐 我告诉你 我也会生气的 放心吧 我一定会跟你解释的 谢谢你了 我的好妹妹 已经到了呀 我们就在这个 整理所的门口 你 你在哪儿啊 师傅 我告诉安阿姨 我们一起来 我告诉安阿姨 你不会让我难做 还要我没猜错 走吧 江村 感觉在哪儿见过 可知 现在能帮我的人 只有你了 千万不能出差错 心里有点快啊 心里有点快啊 你最近心脏不舒服啊 嗯 可能是早上喝了咖啡 就是 有点心慌 安医生 你说她心脏怎么了 别紧张 别紧张 现在脉搏平稳多了 可能刚才有点心慌 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 嗯 盈苏啊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伤心事啊 干预气质的厉害啊 这个都能看出来啊 当然了 面相骗得了人 卖相可骗不了 是不是江村 让你生气了 阿姨帮你说她啊 盈苏 你现在就得放松心情 你的首要大事 就是调理好身体 赶紧生个孩子 小王 把这个药去煎一下 哎 你急什么呀 这是安医生 给你的保健品 知道了 公司等着我去开会呢 我也有急事 那就先走了 哎 等等 有件事想跟你说啊 我没有生孩子打算 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知道就好 你不是说话了 我就等你拨认了 我就等你拨认了 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啊 这什么老公呀 这么冷血 哪都不关心老婆 没想到我的嫂子秦英素 你还会抱怨呢 嗯 抱怨两句不是很正常吗 说什么冷血动物 不关心老婆 原来你秦英素的骨子里 是一个怨妇啊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哎 既然我能在那儿碰到 我的嫂子 那说明是缘分呢 正好我还要去逛街呢 要不一起吧 我可以给你买礼物 嗯 我 我 妈妈 这什么奶瓶啊 要几百块钱 妈的又不是你的钱 你吃鸡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才几个小时没见 你吃香药了 吓死我 这些我都要了 好 好 早了 我对你好吧 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 希望你能早日怀上 我们姜家的大宝贝啊 啊 你这些全都是买给我的 当然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猴连马远能怀上 但是我们有备无怪啊 喜欢的 去买了 秦民村 你真算你准肥 secured 等你懷孕了 我看你怎么回事 不是又好了 在咖啡厅见面吗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不会江家人 发现什么了吧 还不是你那个 刁蛮任性 无理取闹的小姑子 非要拉着我逛 什么婴儿用品店 分明就是挖苦你啊 姐 你在江家都过得什么日子 还有你那个老公 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 什么老公 还说 说什么 还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 今天可把我气晕了 我的好妹妹 你也别生气了 坐 那江家人 没发现吧 没有 我也不想让他 他们以为你有个穷亲戒 要到江家打秋风 别说这个了 姐你到底今天 有什么急事 不能去看医生啊 你也看到了 江家人全都这么难对付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拉你来 当救兵的 江家人一直都希望我怀孕 可是 我看了各种方子 吃了各种药 前几天检查身体 还检查出一些小毛病 我也不敢跟江家人说 毛病什么小毛病啊 现在在复查 结果要过两天才能知道 我也是不能 肯定不会的 姐你就别多想了 反正呢 孩子一定要生的 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 是不是 谢谢你 亲子 你现在没有时间 时间想好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响 感谢观看